感謝大家大力的支持 讓優哥終於達成 25萬的訂閱以及1000部的影片喔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就感 所以優哥即將招募 第一次我的QMA問題 那你們有什麼想問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在這部影片底下喔 www 哈囉大家好 我是優哥 愛優哥 這張是Nataia的實戰解說 Nataia在這次改版裡面 她直接變強 他每一招他的耗磨量都是大大的減少 像現在娜塔亞根本超級無敵OP 他的前期他的輸出量超猛 一技能如果全命中的話 除了可以減少一技能冷卻時間 還可以超級無敵爆炸桶 而且他前期清兵線速度真的超級無敵快的喔 只不過我覺得啦 娜塔亞這隻角色他還是適用在B牌以下的排位場 如果是在A牌的話大家可能比較會走位 那你的技能就會比較難去做命中 像我剛剛可能二技能是預判 對方可能往左邊走 結果沒有 對所以才會丟這麼歪 另外大家應該有看到開頭 終於達到了一千步的影片喔 這次我覺得一千步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像我可能一天出一部影片的模式狀態下 一千步等於說一年有365天 一千步的話大概就是做差不多快三年 對 那我做運輔影片呢也差不多快要邁入第三年喔 應該好像在今年12月就三年喔 就是感謝大家大大力的支持啦 還有不要忘記呢幫你聘一個大大喜歡喔 還沒訂閱的話麻煩訂閱一下 一定要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那為什麼要開啟這個訂閱或者是小鈴鐺呢 你常常可能看到我影片就算你沒訂閱 可能也會有機會跑到你的YouTube首頁 可以瀏覽的到我的影片 那有可能你三天沒有看到佑哥的影片 你可能比較忙沒有看到我的影片 那YouTube的他背後的演算法 就可能不會推薦給你我新的影片 所以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真的非常的重要喔 感謝大家 那如果想要看到佑哥超超超超超日常的影片 也可以去搜尋一下 佑哥的日常這個我的副頻道 裡面呢會放我真的超級無敵日常 可能今天中午吃什麼 晚餐吃什麼 或者是 去看了什麼電影之類的 都直接把他發成影片 對 連翠瑞都在笑我 這麼這麼這麼日常的影片你也敢發啊 我說 啊日常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然 不然你要怎樣 對 真的超日常 喔我在這邊直接給菲尼克 二技能加一技能 直接半套喔 那我們就稍微淺談一下 那娜塔亞他有什麼很大的優點 我覺得最大的優點應該是他的大招 因為大招啊 當你在被控制的時候 他可以馬上施放 可以直接讓你免控 免控之外啊 還會有短暫的霸體效果 真的很帥 而且還會有額外的護盾 所以娜塔亞基本上 你在被抓的時候 直接開大就對了 除了免控之外 還有護盾 真的超猛 那在開完大招之後 我們的一二技能 更可以幫助娜塔亞去控制 或是打出非常巨額的傷害 這次改版裡面 娜塔亞除了他的魔力小好 被減少了嘛 還有他的一二技能 長度距離直接再加一公尺 以前本來就很遠了喔 現在更遠了 哇 舒服啦 這個菲類直接被我們打殘 再一個 成功的擊殺 中路有時候跑資源真的 太重要了 就以中路 那我們馬上趕回中路去收我們的防禦塔 我們的中路 好像很多人超級熱鬧的喔 應該守得住喔 納克直接開了一個大招 娜塔亞在這個草叢 你不走嗎 直接給他兩個技能 我覺得娜塔亞啊 他真的 好痛喔 只不過剛剛我開頭講到 娜塔亞真的不適合在可能 A牌以上 去出這隻角色 因為娜塔亞雖然他的技能組變長了 變遠了 可是相對來說 對方可以反應去躲的時間 就越充足 所以你更需要去預判對方的走位 因為隊友站在吃魔龍 所以我稍微幫隊友卡一下這個視野 稍微站一下這個草叢 古墓這個大招 可是納塔亞這個輸出 直接讓他半小血瞬間被不見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然後 那我們剛剛有介紹到 娜塔亞他的大招 很好用之外 再來就是他的技能組 一二技能 都很好用 像我刷兵線 我只要 一二技能一放 那條一整條兵線都會瞬間 BAM不見 所以我就可以馬上去跑支援 再來就是你可能去 反這個buff的時候 也很好用 因為基本上你一整套打下去 打野絕對會很害怕 真的很怕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娜塔亞是不是技能命中會比較好 當然會比較好 那沒命中的話 有時候真的是限制走位啦 因為娜塔亞他的技能冷卻時間 就是那麼的短 他的一技能冷卻只要6秒鐘 那在減掉我們的一些CD的話 可能只要3秒 或者是2秒不到 真的很快 這邊我們往前 可以看到2隻很殘 不過因為對方正在走位啦 然後技能過去 又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就很難命中 如果對方過來的話 2技能命中就很容易了 那娜塔亞 職業人賽為什麼 沒有出這隻角色 我覺得 最大最大的問題 還是他技能延遲的問題 就是你看 我技能 一二技能放出去 都會有稍微的延遲 導致說 對方很容易用走位去躲掉喔 這奎倫 面臨我們娜塔亞 他根本完全刷不動我們 因為我們傷害真的太高了 比他的傷害更上一層樓啊 娜塔亞他可以打得超級無敵侵略 因為他現在手真的太長了 像對方的手塔 你就一技能狂放就對了 你看這個古墓直接剉起來 直接死掉 就知道說 娜塔亞真的太痛了 那古墓應該是有大招的喔 只是他應該沒想到我會這麼痛 空到了 奎倫這個進場 OK 娜塔亞有了藍喔 我真的覺得 真的超級無敵威能 因為藍會減少20%冷卻 然後再搭配我一些裝備奧義 基本上直接40% 這邊稍微看有沒有辦法搶到齁 應該是 啊搶不到 對方來了 你看喔打這個娜塔亞 會跑喔 知道要跑囉 古墓來了 哇左邊還有一隻奎倫 哇塞賽啦 直接開啟了 零雙寶珠 結果站在了 貝尼克的大招中間 有沒有機會跑掉 沒有機會 最後還是被這個貝尼克點爆 有點小小的可惜啦 被Shot down了 那我們復活之後 稍微吃一個魔龍 欸對喔 我前天有發一個影片 我就不知道那個 離奇死亡嘛 結果我最後有人觀眾 我一發影片 有觀眾就說是龍血玉滴 感謝大家 因為我真的沒有去注意到 我龍血玉滴 以前我可能都會去看 結果我剛好那一次 沒有去看 我真的看了超多遍 不知道怎麼死的 結果觀眾就說 馬上 直接開竅了 所以真的 有時候跟大家一起學習 就可以更加的成長 隊友要吃凱撒喔 好 幫忙吃 娜特亞真的要 就是完全命中在 一技能的那個準心上 傷害才會特別的高 如果 如果只有命中到擊發子彈的話 那個傷害就真的 就感覺普普拉 菲類跳了進來 想要搶凱撒 他直接走了 一技能有命中 我們直接開啟了吉祖喔 直接被他拉著走 不過沒關係 二技能 再搭配一技能 娜特亞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被動是什麼 你看喔 娜特亞他的一技能 是 有5個子彈 那二技能又是一個持續傷害 大招也是 持續傷害 每0.25秒 就會打擊一次 最多好像可以打擊 12段吧 就是他 他都是 好幾段在打擊的 所以他被動啊 就是 我們技能每一段 對對方的傷害 都會有所提升 對 會有額外的傷害的意思 這邊直接大招弄的菲尼克 不要不要的 古木剛開完大招 你看他剛剛被我一技能打到 半條血是真的瞬間被不見的啊 OK 這波打到了主堡喔 那大家其實 真的打到主堡的時候 這個兵線直接把他清掉 我們真的就很難去進攻主堡 像對方真的很聰明 直接把兵線清掉 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情就是去殺人 因為我現在真的 這個人頭比數跟經歷比度 差太大了 所以對方真的要守的話 真的太難 那這場就是 最新改版 娜塔亞的 實戰解說啦 那不要忘記 幫影片點一個 大大喜歡喔 我是劉哥 那我們就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1 2 3 3 3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